準備說什麼? 今天要說什麼? 準備囉 開頭 開頭 今天是第一次 首次 頭一次 好啦 做一個 好練好練 好這樣 準備囉 來 來 5 4 3 2 這個燈光可以嗎? 會不會太亮? 可以齁 欸 大家好 我是民視藝人堂的記者 阿淳 這位是 大家好 我是民視藝人堂的阿淳 特別今天會 做這個直播 其實是第一次 頭一次 老闆要我們做直播的 但是呢 我們其實就是要講說 這個禮拜我們要介紹的 單元題目呢 其實是跟信仰有關 是什麼信仰呢? 聽說是阿淳他們家的信仰 這是西港 翁船的信仰 烧王船 一個每三年一次特別的一個祭典 那王船其實長成這個樣子 其實非常雄偉啦 可是他最後 最後他要被燒掉 我們就覺得有點可惜 所以我們會特別 把這個王爺信仰跟烧王船呢 做一個特別的專題報導 就是讓各位觀眾來看一下 台灣除了有媽祖遶境 這個非常熱鬧的場合之外 其實在南部呢 也有非常熱鬧的宗教慶典 叫做西港冠雄啦 其實除了西港冠雄我們也知道 燒王船 其實最有名的就是 東港燒王船這個王船祭典啦 那我們這次採訪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 跟村莊裡面做連結的一些 叫做鎮頭表演 尤其這個是西港冠雄裡面 非常特別的就是白鶴鎮 白鶴鎮裡面有什麼 白鶴鎮裡面 當然少不了就是這隻白鶴啦 這個白鶴其實 大家有沒有 我們不是要調侃他 是說白鶴其實會不會覺得 有點像功夫雄帽裡面 那個林鶴的角色 其實呢 這個鎮頭 它是從宋江鎮演變而來的啦 那之所以會有白鶴還有旁邊的一個童子 其實就是當時齁 在日治時期 這個他們是奉請 玉皇大帝奉准 然後請這個仙鶴 仙鶴跟童子下來教大家怎麼來 這個做這個武鎮的部分 而這個剛剛我講的這個是武鎮啦 還有一個是什麼 有文 有武就有文 有文就是這個文鎮啦 文鎮其實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有好幾種形式 其實就是它比較屬於藝文展演的方式 這是一種 這是烏公鎮 烏公鎮很可愛喔 上面是小朋友 做小朋友 然後穿著那個什麼 這個神仙的這個服裝 然後在這邊繞境 這樣子的一個一個形式 然後他會沿途發送糖果餅乾這樣子 讓大家吃平安 吃健康的 那除了這個可愛的這個 這個叫一格的文鎮之外 也有這個叫做是八美圖 八個女生坐在馬上面 這樣子到這個各個公廟裡面去露個臉這樣子 這個叫文鎮的一個部分 好 除了這些之外呢 其實我還要跟 阿平啊 你在拍攝這個時候 有沒有遇到很奇怪的事情 沒有耶 沒有喔 完全沒有耶 那你會不會覺得這個 那個燒王船有什麼特別有趣的地方嗎 嗯 燒王船喔 我也沒覺得它是特別有趣的 好 那你們知道王爺廟全台有幾間嗎 王爺廟全台 數起來應該有個兩三千間吧 沒有那麼多啦 最多的廟其實是土地公廟 大家應該不陌生 土地公廟 再來第二名就是王爺廟喔 王爺廟有1649間喔 這是登記有案的 所以你剛剛講的兩千多間 應該是有啦 就是私人廟台裡面 他們也是拜王爺這樣子 所以 總結來講 我們算登記有案的 有1649間 1649 這樣有很多 這樣有很多啦 其實我也很沒問題 我台灣人都要求來 沒關係 兩位大記者在採訪的現場當中 有沒有發現一些有趣的事啊 跟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其實在燒王船的時候 我以前是有聽說 就是好像燒王 就是這些焚燒的祭典啊 某些 比如說神像啊 或什麼東西會倒 因為火燒會倒嘛 倒向那一邊 好像那個方向會不太好 所以他們有的時候 燒是從頭頂往下面延燒 這樣就不會有倒的方向 那不過呢 在這個燒王船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整個從船中間燒 然後之後這個火是越來越旺 它就會整個往外延伸 往外延燒之後 最後才會把這個船圍的部分燒垮 但是船圍部分燒垮 就不像我之前講的這樣 好像那個方向就會有不好的事情 反而是那個方向是 就是未來三年會大花店啊 對不對 那個總辦事是這麼講的 就是未來三年會大花店 就是這一次它好像是 導向的是東南方的方向 所以東南方的朋友 請記得去那邊做生意 或者在那邊買彩券 說不定好運就會降臨在你身上喔 哇這很有趣耶 那你這次的採訪啊 你們兩個這樣一組去 那有看到王爺顯靈嗎 沒有耶 其實王爺信仰是非常需要大家敬畏的喔 嘘 就算有 嘘 我也不會說 但是你知道王爺最主要在做什麼嗎 他其實是 古早的時候 我們聽到王爺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就是他是皇帝的兄弟 所以皇帝他沒有辦法 每天都出去外面巡視嘛 所以他會派他的兄弟 或者是親信出去外面 等於是一品傾差大臣 到各個地方去這個 這個 考察善惡啊 考察 就是或者是平亂的部分 所以王爺很重要的一個能力 他是可以趨溫 這個平亂趨溫 的這個 這個一個功 一個能力啦 就是 就是說當時那個時候 瘟疫 大家都非常害怕 然後王爺來了 他可以把這個瘟疫壓軸 驅散 所以漸漸的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王爺的信仰產生啊 對 那你這一集啊 你會帶領觀眾看到什麼 你覺得最值得看的是什麼 最值得看 當然就是要看這個啊 當然就是要看這個船啊 你知道這一艘船多少錢嗎 多少錢 三百幾萬 三百幾萬耶 而且這個都是石木座的 而且它可以 它是可以航行在水上的 我不敢說海上啦 但是就是 它是可以真的可以航行的 你看它的這個風帆都做的 這個非常精緻 這跟古法造船是一樣的道理的 對 然後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這一艘船 有多精緻 多漂亮 然後它燒完之後 它對地方 啊我們的招牌倒了 哎呀為什麼 趕快趕快 趕快挑好 我們記者太認真了 我們今天實在是有點太嗨了 好好好 再調教一下我們是明師研討 好我們是明師研討 好這個招牌 不能看這個 這個掉下來就表示 質地有深 其實我們的節目就是質地有深 對不對 對 掉到地上都有聲音 注意大家要來看我們的節目 真的真的真的 那你們覺得有沒有遇到什麼感動的事啊 就是說這個宗教儀式啊 你看完之後 你看人家媽祖啊 看完之後整個 跟著神教這樣子 哇很狂熱 這個部分交給阿民 阿民呢 他全程紀錄喔 所以大家真的 他還非常辛苦 他全程紀錄 從白天拍到晚上 從夜晚拍到凌晨 好啦我們聖記者分享一下吧 你最大的感動是什麼 你最大的感動是什麼 你不要像棒槌嗎 最大的感動是很累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什麼感覺 最大的感動我覺得 我覺得 我有 因為現場不好停車 所以我們是騎機動車輛 騎摩托車到那個 從西港 然後騎到 因為他們要迎馬祖 我們騎到那個 路爾門那邊 那其實整個路長大概有接近 我沒記錯大概二十幾公里 那在古代的話你想說那這些人 因為我去的時候我們是 有很多人都是坐車嘛 然後可能就是騎摩托車這樣過去的 可是在古代的話大概都是 可能都是走路過去的 可見這麼遠的距離 但是在古代還是那麼多人在走 因為到現代 還是那麼多人願意去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信仰的力量是真的 還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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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大還是說蠻 恐怖嗎 還是怎麼樣 就是讓 可以讓人就是 一如幾乎 就是這樣一直跑一直衝 對啊 果然是攝影記者 對 因為他是 因為他是三年一次 三年一次 他每年這個祭典都吸引非常多人 那個凝聚力是真的蠻強的 但是我這一點就是想要請問一下 我們的攝影記者其實 他不是一般宗教信仰 他是基督教徒 那我就逼著他去拍這個東西 他自己心裡面其實會有掙扎 那掙扎你覺得 有沒有違背你自己的信仰呢 我覺得不會 因為我在拍攝的過程裡面其實看 我把它當作是一個 我們一個台灣文化的一個 一個 呈現啦 因為畢竟我們是一直在想說 要什麼 台灣什麼在地 我們有什麼自己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就是我們自己的東西 在大陸可能也沒有那麼多 有關網野的文化被保存得這麼好 那我們在採訪清安宮的過程裡面 其實有很多古法的東西是被保留下來的 包括幻王啊這些 這些比較老一點的這些儀式啊 這些需要的那個帆溫乳節啊 像這種東西的話其實我們是保存蠻好的 甚至保存得比對岸還要好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才是 台灣的亂實力 才是我們真正應該要 投注心力去關注的地方 那對我們基督徒來講的話 我覺得那只是 就是 這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 那我想要去把它記錄下來 但跟我個人的宗教 我覺得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抵觸的地方 好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聽一下說 你們如何推薦你這一集 要觀眾來看 你覺得呢 想要看全台灣特色的鎮頭文化 再看我們的民視銀行 這個這一集 然後還就是說 嗯 到底為什麼要燒王船 到底這個王船怎麼來 到底這個王爺文化是從哪裡過來 哪裡發跡 傳到台灣 為什麼台灣又會把它變成一個是 在地屬於特色在地專屬的一個文化 而且它只在南部喔 為什麼北部比較少 南部比較多 這一集 這個就要看我們的這個節目 你先幾分啦 你先跟觀眾回記一下 要鎖定 每週六晚上 我們下個禮拜 要鎖定下禮拜是禮拜幾 二十一號 來 我要看一下我的想 我要看一下我的 二十二號 二十二號 我覺得鎖定就好 因為鎖定那個就好了 因為我們以後可能會一直播一直播 對 我就不要下禮拜時間點 時間點就是說鎖定 這個沒有關係 這個沒有 你不要把它線性結構 就放在上面 人家知道你有這一集 你上次就好 你上次就好 下面會附連結 那我就會講一下 想要知道什麼是王爺文化 想要知道王船是從哪裡來的 就要看我們這一集的民視一言堂 我們這一集的民視一言堂 將在六月二十二號晚上 這個叫做是九點五十五分 哈哈哈哈 自己都忘記自己的節目在哪裡 好 重講一次 好 想要看什麼是王爺文化 想要看什麼是王船 為什麼而來 他有什麼樣子特別的 這個 嗯 好 想要知道王船怎麼來 王爺信仰又是怎麼一回事 請鎖定本週六 也就是說六月二十二號晚上九點五十五分 第五十三頻道 明視新聞台的明視一言堂 拜拜 拜拜 其實你有很多沒有講到 就是說我們他那個時候在拍 在拍 在拍 在拍遊蕩遊蕩群的時候 你那時候也同時在拍王爺 然後你不是手機就不見了嗎 然後你不是就跟內心跟你的老大講說 還是你最大 奇蹟式的那個電話就打來就說 我撿到你電話了 還是耶穌比較厲害 我們沒有要講誰比較厲害 我們在講說這宗教 各有各特色 我的手機不見了 然後 人家撿到我的手機 那我下車的時候呢 我跟我的老大講 難道是因為我拍王爺 然後他要懲罰我嗎 結果我沒有 我一下車 有人撿到我的手機了 打電話給我 應該說打電話給詠淳 我重新講一遍好了 比較好撿 我那個時候手機掉了 因為那個時候我在拍王爺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跟我的老大講說呢 老大你是不是 對我有一些不滿啊 是嗎 因為我手機 平常是有拉鍊 不太可能會掉 OK 那既然掉了 那我就覺得 好吧 那我就 拜託我老爸說 欸 好吧 東西 能不能還我 手機能不能回來 那結果 過了30分鐘後 有人打電話給詠淳 就用我的手機 打電話給詠淳 說 這是我們手機 然後我就說 哇 真厲害 然後 我們就回去拿手機 那 一下車 我看到 一樓 他就是教會 對 然後那個 撿到我手機的人之後 教會上面下來 對對對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哇 我的老大還是看顧我的 當時差點留下兩滴奶 對對對 哈哈哈哈 好啦 我等他堅持在裡面就好 來